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最近呢,大家都疯狂的在讨论元宇宙 现在甚至可以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买卖不动产 而且价格呢,几乎已经趋近了真实世界的不动产交易价格 到底元宇宙的房地产能玩什么呢? 那我们今天这期就来看看吧 在元宇宙平台,用户可以在上面买卖土地 散步、看风景 或者透过虚拟人物和其他人物交流互动玩游戏 而且呢,还可以透过代币 或者是平台自己有的加密货币来交易 像元宇宙在不动产商的投资 目前可归为几种模式 艺术沉浸式的体验 在虚拟商场购买现实商品 或者是3D游戏场景 在艺术沉浸式的体验呢 像是3D建筑空间 让你在虚拟的世界中可以感觉是身利其境的 比如看演唱会 以后现象可能如同现场一般震撼 在台湾也可以描享受在世界各地的演唱会 前阵子呢,就有平台甚至模拟整个地球 标售全世界标志性的建筑物 比如说巴黎铁塔一开卖就被抢走 虚拟商城购物现实商品 是目前发展最成熟的模式 只是将来会研发更多的商业模式 也转往线上 像现在很多房地产业者 已经开始用VR来带客人看房 未来可能新建案会在还没有盖之前呢 就可以透过虚拟世界来看房 那3D游戏场景的话就更不用说 因为玩家非常的讲求场景要壮观 而且不断追求游戏更细致的体验 从拥有自己的游戏角色 虚拟商店 到后来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一块土地 让其他的玩家呢 也可以上来花钱玩游戏 甚至是租给其他的玩家 设计自己的游戏场域 所以在以上三种模式中呢 都可以发现 跟不动产有关的商业模式其实不少 而且近期呢 更有元宇宙里面 170平的虚拟土地 达240万美金 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天价 很难想象呢 在虚拟世界里面可以买卖不动产 而且还可以从事这么多 不一样的商业行为 可是这同时也反映了年轻时代 希望用不一样的方式去 结构现有的资本主义市场 在原本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达成呢 在虚拟世界里面可以一一实现 而且重点是 还有机会可以变成现实生活中的收入哦 那未来呢 相信在虚拟世界里面呢 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机会出现 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呢 买卖不动产还是一个很大的商机哦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赶快按赞加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吧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我们下期再见